美国在上个礼拜通过了辉瑞疫苗使用授权 最新消息指出 总统川普还有副总统以及其他高官 可能都会率先接种 好的主播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导 总统川普以及副总统彭斯 和其他白宫重要官员 最快14号就会接种新冠疫苗 但考虑到川普先前已经罹患过新冠肺炎 又痊愈 目前还不确定川普是否会立即施打 也不清楚政府总统当选人拜登和贺锦丽 以及拜登交接团队的其他人员 会不会被提供疫苗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就曾表示 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等部分官员都会率先接种 以便确保政府在疫情大流行 或是其他紧急状况之下 还是可以维持运作 辉瑞首批新冠疫苗正送往全美各地分发中心 总共290万剂 前线医护人员和养老院长者等高风险族群 都在第一波施打命单之内 主播 美国总统大选选举人团 即将在当地时间14号来公布 最终美国总统大选的人选到底是川普 还是拜登 而不过呢川普仍旧是不认输 他强调拜登是非法总统 周末各地就掀起了大规模的游行 川普支持者还有反对者在街头爆发冲突 川普支持者和反川普的民众在街头爆发冲突 由于美国总统大选当地时间14号选举人团投票在即 周末全美各地川粉发起大规模集会游行 除了现身力挺川普也指控大选舞弊 威德华府的活动有四人在过程中被刺伤 一人重担多人遭到逮捕 而总统川普至今始终不承认败选 甚至接受访问还是称拜登为非法总统 目前选举争端尚未解决 川普团队依旧在各州心送 但屡屡踢到铁板 川普也表示对于这场选举 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感到相当失望 同样是枪击案 13号发生在美国纽约 有一名男子一个人在曼哈顿的圣约翰大教堂前 对警察开火 随后他被远警击中送医不治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嫌犯的犯案动机 教堂周围拉起封锁线 民众双手高举过头 布出教堂各个惊魂未定 曼哈顿圣约翰大教堂13号惊传男子持枪 对违安远警开火 尤其事发现场才刚结束 一场约有200多人户外耶诞音乐会 目击者重提惊险瞬间 声音颤抖人心有余悸 该名枪手戴着白色鸭舌帽 整张脸被印有多名尼加国旗的口罩遮住 两手都握有武器在教堂台阶上大呼小叫 不断挑衅圆警 封锁线交火玩如电影真实上演 圆警被迫开枪反击 最后嫌犯重担送医不治 而目前除了嫌犯之外 并未传出由一般民众伤亡 我们也认为是一般民众伤亡 中央是一桶充电池 钥匙 钥匙 数码 但由于尚未确定嫌犯选在教堂前行凶动机 因此纽约警察局介入调查 派监视小组前往勘验 搜查现场可疑车辆 尽早厘清枪手犯案意图 欢迎讯杨晴 中文报告 今日看到德国的新冠疫情节节上升 当局就正式宣布 16号开始全禁封城 非必要的商业活动要全部暂停 而学校也将全面停课 德国境内疫情扩大 尽管先前已进行过轻度封城 确诊和死亡人数仍然持续激增 总理梅克13号与16个邦首长协商之后达成共识 宣布16号开始将会全禁硬性封城 直到明年的1月10号 梅克尔表示 由于感染人数呈现指数型成长 政府只能被迫迅速采取行动 德国所有非民生必需商店以及各级学校都会被强制关闭 耶旦节聚会上线将从10人调降到5人 除夕烟火释放也将会取消 巴登福腾宝帮和巴伐利亚帮会实施宵禁 做礼拜需要事先登记而且不能开口唱歌 疫情导致全球的景气探底 许多企业业绩就像雪崩 不但债务累累而且还还不出钱 标普统计截至2020年总共有223家的公司债违约 比起2019年飙升了两倍 详细情形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中心的记者卢巧平 巧平请说 全球大批企业面临业绩雪崩式的下滑 不止英国服装品牌Topshop部公司阿卡迪亚 11月宣告破产 许多企业更是债台高竹 已经发生公司债券违约的情况 13号日经新闻报导 标准普尔数据显示 今年美国企业的违约率比去年同期增加八成 达到143件 而欧洲更狂飙2.8倍达到42个 而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 违约率也上升到三成达到28个 虽然总数低于2009年 但是是2010年以来 整体的违约率首度超过5% 而整体看来 2020年全球已经有223件企业 爆出了债务违约 比2019年还飙升两倍 其中能源业 消费品 媒体休闲业 以及零售产业就南瓜了其中六成 此外公司债券违约的状况 正在中国大肆蔓延 光是11月以来 在中国已经延迟或是注销的公司债券 总额就突破了2000亿人民币 超过8674亿台币 更有看法优心 这恐怕还只是企业债务违约潮的开端 异形时代要如何讨生活呢 法国二度封城已经一个多月了 艺术之都巴黎的芭蕾舞团 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 统统都暂停了 芭蕾舞者随着音乐偏偏起舞 古典芭蕾剧经典舞姬上演30年来 首度要用录影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乐团也做足防疫 不用吹奏的乐师全程都戴上口罩 防疫新生活叫人无奈 但也只能接受 话说的容易 但舞者心情难免受到影响 广东一不知 影响言实计是非常难 穿越通过这几个阶段 虽然这几天也不可能 法国政府十月底下令二次封城 艺术之都巴黎 每个剧院都一样困难 不只一家转战线上串流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们应该要表达23号 不是23号 但也有人不能谅解凭什么商店和地铁可以营运 戏院就不行 没有营运就没有收入 剧团生意受到影响 院生载道 对于演员的表演动力更是一大打击 法国15号将实施第二阶段解封 电影院剧院和博物馆等艺文场所可以重新开放 接下来如何与疫情共存 只能看状况且战且走 欢迎新闻苏华综合报导 奈吉利亚11号金船 有一所中学被枪手袭击 当时大约有400名的学生失踪 他们疑似是被武装团体给绑架 国庆中心记者卢巧平对于消息有最新掌握 我们把时间交给巧平 非洲人口最多的西非国家 奈吉利亚 西北部卡齐纳州一所公立中学 11号金船大规模的绑票事件 全校800名学生竟然有高达一半 遭到持AK47步枪的绑匪如走 目前400人下落不明 我们最后试以来 学生回忆起案发当时还心有余计 当地警发表示 持枪的歹徒 疑似为了赎金来绑架学生 而他们骑着机车开货 并且与军警枪战长达一个半小时 大约有200名学生成功脱逃 而当局将增派部队协助搜索救援 回头来关注疫情造成的影响 虽然现在疫苗陆续问世了 但是南韩航空业还是看待明年的景气 大韩航空预计 2021年载客量将会比2019年少了65% 所以计划把明年1到2月份的国际航线数量 有原定的110条缩减到了30条 想见情况我们再次连线给国际中心记者卢巧平 巧平 疫情下航空业受到重创 13号韩联社报导 去年3到11月 南韩航空公司航班总数达到40万8千架次 然而今年同期却是在疫情下腰斩了一般以上 只剩17万3千架次 根据南韩航空公司的估算 明年的前景恐怕也是暗淡无光 其中南韩航空一哥 大韩航空2021年1到2月 国际线由原定110条缩减为30条 国内线也从15条缩减到6条 而大韩航空今年的载客量 已经比去年大减7成 日估明年也会比去年减少6成5 而规模第二大的韩雅航空 国际线数量则减少到26条 国内线也减到剩7条 航空公司看淡景气前景 也期盼新冠肺炎疫苗普及 能为航空产业复苏带来希望 此外韩雅航空严重亏损 让母公司紧胡韩雅集团 原本打算将韩雅航空的股权 转卖给现代产业开发集团 但这项收购案在今年9月告吹 如今传出大韩航空计划 重砸1兆8000亿韩元 约合463亿台币 成为韩雅航的最大股东 合并后将躋身全球航空石墙 台海对峙的情势 没有随着拜登当选而退烧 中国军机持续入侵台湾空域 而美国参议院的11号 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 重申会协助台湾 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 并且要强化美国的印太防御 学者就分析了 拜登上任之后将会延续对抗中国 不过相较于川普的硬围堵 比较有可能采用软围堵手段 中国军机频频入侵我西南方空域 双方隔空交战 火腰位十足 也凸显台海情势日益声闻 因为台湾这个安全等等 最近大家很清楚 台湾这个安全 已经不是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 是全世界的问题 是东南亚的问题 日本非常关心 美国越来越来越关心这种事情 全力确保台海安全 美方又有新动作 美国联邦参议院 11日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赤资7405亿美元 确认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 帮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 同时启动新太平洋威责协议 拨款22亿美元 增加攻击前件的资金 可能这变得比较软的围堵 在部分的领域里面 要跟中国合作 但是在相当大的礼仪要竞争 必要的时候在人权 在军事的活动要进行对抗 学者分析拜登上任后 美国抗中政策不会改变 不过会透过多边盟友合作 联手抗中 至于经济方面 台湾虽然无法加入ASEP 改为积极争取CPTPP 目前正在与11个成员国 进行非正式资商程序 一旦完成后就能递件申请加入 对于其他的非ICT产业 非电子联组件而言 相关的区域经贸整合的影响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 要更加的去朝向整个智慧化 还有整个永续的绿色化 这样的生产去升级 美国大选后 国际政治经贸局势快速转变中 台湾产业下一步 势必将朝高纸化转型 才能在未来国际情势中 持续站稳关键角色 环宇新闻红夕宇 易丽婷台北采访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 中共人程企划 频道 频道 社会